绿树环绕常常的碎石步道上还有鸭子在散步 这样的景象就位于新北市中河 中河的章河湿地在109年整建完成 今年更是荣获经济部水利署 第三届全国水环境大厂肯定 我们借由章河湿地这个前山计划的补助 我们做一些包括说木栈道的改善 然后静自然稀有的改造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水质监测 或者是气地优化水质提升的这些措施 希望说开源之后能够让民众来体验 这个水环境的现况 章河湿地原是用来当作农业耕作的水利调节之用 后来更生间污水进化的种者大任 如今整治为生态富裕区 更成为许多野生动物的天堂 我们记录的蝴蝶总共有117种 在台湾有400种左右 117种算不错 包括我们的保育链国宝级的黄赏凤蝶 都来张合拜访过 那鸟内目前我们记录总共有92种 台湾有600种 600种左右 92种其实也还算不错 但想看到这些野生稀客们要注意 目前园区采预约制 满10人以上就可以在新北市水利局官网上预约 在都市丛林中享受大自然的洗礼 人间卫视新北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